又有疫苗要送抵台湾了 指揮中心上午证实 第二批的破德纳疫苗 已经在再送途中 由华航CI5556班机负责运送 从卢森堡起飞 中途会停靠杜拜 预计在今天下午约4点 抵达桃园机场 而这批共有24万剂 传出下一批41万剂 也将在这几天接棒来台 至于会不会开放 一到三类以外的对象施打 指揮中心还没有拍板 但如果疫苗数量足够的话 不排除会将孕妇纳入施打名单 莫德纳疫苗上个月底 有如及时雨般抵达台湾 现在第二批莫德纳疫苗援兵 也已经在再送途中 由华航CI5556班机负责运送 从卢森堡起飞 中途停扣杜拜 预计18号下午约4点 抵达桃园机场 确实今天下午 会有一批疫苗抵达台湾 那这批疫苗呢 大约有24万剂 那这批疫苗的效期 是到今年的12月15号 指挥中心证实 又有莫德纳疫苗送抵台湾 回顾第一批5月28号 先有15万剂到货 其中7.5万剂 6月9号开放施打 18号接着开打剩下的7.3万剂 不过目前还是只开放 1到3类对象接种 而好消息是 除了这回来的24万剂 预计下一批41万剂 外船也会在这几天接棒来台 不过详细时间点未定 随着疫苗量增加 只会中心松口 等前三类对象施打完 不排除将孕妇纳入施打名单 这批莫德纳进来之后 还是会经过专家一起在做讨论 未来在施打的顺序上 做妥视的安排 他的这个疫苗是经过胎盘 同时呢 这个疫苗呢 也就是在母亲的身体内被细胞吸收 相对的会比较安全 最近的研究就发现 打完之后 减少母亲的这个高危险的状况以外 同时对小孩子也有预防的作用 如果开放孕妇先打莫德纳疫苗 预估全台将有15万人受贿 莫德纳疫苗陆续到货 为国内抗疫再添助力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尊重的75万剂疫苗 将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也抵达台湾 那么据传厂牌也可能是莫德纳疫苗 但指挥中心没有证实 另外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亲费德伟 今天更表示 美台双方有在洽谈台湾代工疫苗的可能 由于先前指挥官陈时中才说 有人不喜欢导致AZ疫苗代工破局 这回是否能跟美方谈长代工 陈时中在立法院回应 几款在美国制造的疫苗 我们都很努力在谈 美方在释出好消息 捐赠给台湾的75万剂疫苗 几周内就可能抵台 但确切时间跟疫苗厂牌相关细节 美台有默契不愿讲太多 只要有疫苗确定会到 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做说明 美国这批疫苗将透过COVAX平台配送 要运抵台湾符合五国规范 还有程序要走 另外亚太副助亲费德伟更透露 美台正在洽谈台湾代工疫苗的可能性 美国也希望能够跟各国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在未来让我们的台湾人民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而且我们不用靠别人 我们靠自己 毕竟过去陈时中部长才讲过 有人不欢迎 有人不喜欢台湾代工AZ3万剂疫苗 所以到时候破局 而目前还是不讲清到底有人是谁 有委员优欣 台湾代工AZ疫苗 就是因为有人不喜欢才破局 指挥中心都还没说清楚 现在美方又要谈合作 会不会又因为惹得某人不高兴 计划再次被捕夭折 不过各场里面也要考虑 就是说他生产的一个布局 不过我们现在这几个在美国制造的 我们也都很努力的跟他们来谈 疫苗代工如果谈成 相比对我国防疫是一大助力 但就怕有变数 不到最后一刻 美台双方只能低调再低调 接下来被综合报道 为了快速找到社区中隐藏的传播链 快筛是抗疫的重要武器 但近期有民众向食药署投诉 指出国产的安透罗快筛事迹 未阳性偏高 像是先前内湖某电视台 还有文化大学住宿生快筛的时候 都有用到相关产品 未阳性人数都超过10人 民众也希望相关单位可以追查 那么对此食药署表示 会再向厂商了解产品 是不是真的有未阳性偏高的问题 不过业者会先回应 产品都符合食药署所订定的标准 快筛可容许9%到10%的未阳性 为了快速找到社区中隐藏的传播链 快筛防护网仍是重要武器 但有民众观察近几次企业和校园快筛 使用国产的安特罗快筛事迹 未阳性数量似乎有点偏高 对这一次我们是会请业者来说明 因为现在也不确定相关地方使用的 是不是真的就为安特罗的产品 快筛事迹的未阳性比例高 不只会造成民众困扰 恐怕也会增加防疫人员负担 有民众投诉说 先前内湖某电视台 以及文化大学住宿生快筛时 都有使用到国产的安特罗快筛事迹 当时内湖某电视台快筛355人 13人阳性 最后再做PCR检测 有两人确诊 算一算有11人是未阳性 未阳性发生率3.1% 民众认为数字偏高 不过十二鼠表示快筛可容许 9%到10%的未阳性 因此这符合标准 再看看文化大学住宿生 快筛314人 14人未阳性 发生比例约4.5% 也没有高于标准 快筛除了试剂的敏锐度 操作和人为判读 也会影响准确性 指挥中心再次提醒 相关配套很重要 是要去搭配PCR的一个检测 企业快筛呢 也都一定要跟卫生主管机关做报备 才会避免造成这个误判 快筛免不了有胃阳胃阴性 相关配套得更加严谨 台北荣总日前已每天花12小时 两天的时间完成了包括晶圆电子 共5000人的检测 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病毒核酸检验量 而这是仰赖迟化检验模式 所谓的迟化检验模式 就是把好几个检体混合成一个一个的群组做测试 万一发现有某个群组检测是阳性 就回头去查验群组里是哪一个检体确诊 有医师认为 未来如果国内想做社区普筛 这一套检验方法可以快速有效地找出阳性案例 不过迟化检验模式 并不是用在感染盛行率高的地方 因为如果阳性的案例太多 每一个群组内的检体都要再回溯去确认 反倒会让效率下降 苗栗晶圆电子厂日前完成国内有史以来 最大病毒核酸检验量 筛减了5000人 而筛减团队台北荣总 就是仰赖迟化检验模式 做大规模的快速筛减 外界好奇究竟什么是迟化检验模式 PCR具备一个敏感的一个特性 所以假如说在这个群组里面 混合的一个检体 发现有阳性的话 只要回过头来找这个群组 这些人在个别拿他的检体去做PCR检验 在这种程度快速地去找到 可能的一些阳性患者 专家解释所谓的迟化检验模式 就是将好几个检体 混合成一个一个的群组做测试 万一发现有某个群组检测阳性 就回头查验群组里是哪一个检体确诊 根据了解北荣这一次 所使用的迟化检验模式 一共有两款仪器 小台的检验仪器 原本一小时可以检测三只检体 但迟化以后 每小时可以检测15只检体 而大台的检验仪器 则同时可以检测2到3个检体 就算CT值高过30也可以测得出来 效率最高每三小时 可以检测94个检体 只是这样的迟化检验模式 并不是用在感染肾行率高的地方 因为如果阳性案例太多 每一个群组内的检体 都要再回溯确认 反而会造成效率下降 阳性患者他本来检体里面的讯号就很弱 再加上稀释 跟其他正常人的一个检体稀释 就更会发生这种问题 未来如果国内想做社区普筛 专家认为迟化检验模式 是一套不错的检验方法 能快速有效找出阳性案例 减少确诊者潜藏在社区中 进而造成传播风险 记者赞不倒 请不吝点赞不订